超超超超超超长拉丝的红糖麻薯你吃过吗 广州的这家甜品店是我拉着皮箱也要来吃的 拉着皮箱一路小跑 在北京就心心念念的甜品店 来得早就不用排队 主要是店面属实有点小 招牌推荐甜品都挂在墙上 点了红豆明明冰 之前看想见你就馋了好久 两份红糖鲜奶麻薯 我看看它到底能拉多长 有一说一是真的滑 感觉很有韧劲 但是也不能太用力要巧劲 都是用牛奶线做的麻薯 淡淡的奶香味 软糯又不适Q弹 我可以玩一天 还点了一份牛肉饼 好甜 这里面是有那个红豆水 麻薯是直接泡在糖水碗中的 老板说一定要麻薯和糖水一起入口 这样最好吃 甜度刚好 不会腻 奶香十足 麻薯的口感非常的滑 我都怕我一下子都粗落进去 一定要用巧劲把它拉起来 可以拉超长 已经拉四角了 嘴角疯狂上扬 甜品就是会带给人满足感 红豆也很清甜松软 淡淡的甜味搭配在一起 真的刚刚好 它这个底下是红豆 然后上面是那种绵绵冰 要搅拌开来吃 上面的明明有种椰奶的感觉 点了一个他们这个招牌牛肉饼 看起来像牛肉丸一样 这个不是牛肉饼吗 这根本没有面啊 全是肉 我知道这像什么了 就像我们吃的那个牛肉丸 就那个炒炸牛肉丸 那个牛肉火锅的感觉 咬一口会在嘴里爆汁 真就是牛肉丸的感觉 一口接一口都停不下来 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家试试 把牛肉丸煎着吃 就觉得他们家的红豆做的比较好吃 满满一大伤红豆 就做人不要皮 真的直冲脑壳 夏天应该挺爽的 你们可以试试 这个现代马蜀是温热的 不冷也不烫 吃这个会不会不太压过 就那种感觉 你们喜欢吃红豆沙吗 如果喜欢吃红豆沙的话 肯定会很喜欢 所以我要去西华净那边再找找好吃的 一碗看着也挺少 但是其实也很甜 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你喜欢吃这种 马蜀和红豆的沙咖的话 我昨天看了一个评论 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广州小茶吗 然后人觉得说 美国就是能一口吃完的东西 结不分第二口 是的就是这样 不是会再去找找别的吃的 然后明天我就走了 我就离开广州了 但是其实比那天这样 我来说明天